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少说电影带给您最有营养的一支佳作 如果喜欢请给老少一些鼓励吧 关注点赞分享并参与点赞 想必大家都看过这些照片 六七十年代的伊朗 当时的伊朗属于巴黎维王朝时期 实行君主立宪制 石油大国加上开放的经济文化政策 使得当时的伊朗进入了世界富裕国家的行列 因为冷战的氛围 国内红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的兴起 这个时期的伊朗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 影片《梅子鸡之味》正是描写那时的德黑兰 一段唯美浪漫又期晚的爱情故事 这个怀旧风格的街景不是巴黎 而是1958年秋天的德黑兰 刚买了一把琴的阿里汉走在街头 忽然遇到一个面容美丽又沧桑的女人 阿里汉眼睛瞪得大大的叫了声 伊朗 无奈女人淡淡地表示不认识她 女人的名字伊兰 本意是伊朗人 影片开端就叫出这样的名字 凸显用意的深刻 这个简短片段也成了影片的一大浮现 阿里汉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教师太太一儿一女 因为她要去北部城市拉什特 买传说中摩扎特的琴 太太极力反对 于是夫妻俩又陷入激烈的争吵 拉什特是伊朗最美丽的城市 也是本篇导演法国著名插画家导演马加沙塔皮的故乡 因为太太要去上班 她也只好带着她并不喜欢的闹腾不止令她头大的熊儿子 画面风格像魔幻的童话世界 是在预示着阿里汉将要找到理想中的小提琴吗 阿里汉来到了拉什特 找到那家古董店 为了避免儿子打扰 在儿子的牛奶中掺入了大烟膏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那把琴 阿里汉深深吸了一口店主递过来的烟枪 吐出浓浓的一股白烟 这股白烟将一直飘荡在画面 市秦前 阿里汉剪发修灭 沐浴更衣 太太嘲讽她 她真不知道你今天要去会晤国王呢 太太走后 阿里汉又把儿子送到邻居家 可怜的儿子问邻居阿姨 你有大烟膏吗 一切准备停荡 恰是即日凉晨 阿里汉熄灭了香烟 无比庄重地捧出她心中的圣物 没成想 异曲没拉完 毫无灵气的声音让阿里汉无比沮丧 阿里汉默默从床下拿出 陪伴她二十年被摔坏的提琴 眼睛里泪如泉涌 她从一次次失望到彻底的绝望 最终她决定自杀 精致的黑白画面预告我们 八天后阿里汉将死去 被埋葬在母亲的身旁 阿里汉开始设计自杀方案 卧轨太过偏激 跳牙太过惨烈 吃安眠药 套塑胶带 完全不符合一个著名音乐家的身份 阿里汉最终的决定是 绝食 带着尊严 躺在床上等着死神的将领 太太带着女儿放学回家 听到丈夫说要寻死 也并没太在意 反而责备她不好好看儿子 倒是女儿丽丽很担心爸爸 妈妈对丽丽的学习成绩要求很高 亚历山大的丽丽总是 在爸爸这儿得到一丝书解 看着女儿开心地荡着秋千 阿里汉像通灵了一样 看到了女儿的将来 女儿和阿里汉极为神似 聪明 才华横溢 个性强烈又极度忧郁 长大后的丽丽 烟不离口 是个赌场高手 丽丽将在23岁时 由妈妈安排结婚 八个月后离婚 然后她会找到真爱 但真爱却在四年后车祸而亡 丽丽再没有走出阴影 人生被一股浓烟笼罩 后来在一次心脏病后去世 赌局香烟成了女儿丽丽的标志性画面 影片第一次出现魔幻情节 阿里汉遇见了女儿的未来 1958年 亲西方的伊朗实行了 一系列的去伊斯兰化改革 引起越来越多的教室群体的不满 最终在20年后 伊斯兰革命一举成功 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女儿丽丽的命运是否象征了巴列维王朝 或是受巴列维王朝影响的自由化思潮呢 我们继续看 第二天阿里汉太太有些担心了 她打电话叫来阿布迪 希望她能劝说哥哥 阿布迪模仿索菲亚罗兰逗哥哥开心 但阿里汉去意已决 她阴阴地托付弟弟 我死后请帮忙照看两个孩子 阿里汉的弟弟阿布迪是红色革命组织成员 影片开始就此登场 在咖啡馆与哥哥见面时 阿布迪要了杯法式咖啡 然后严肃地说 西方国家以为抽的是石油 其实是我们的血 显然阿里汉反对弟弟 既喜欢法式咖啡 又反对石油换美元的主张 但他更加反对当局对红色革命的镇压 托付照顾孩子 表现了对红色革命抱有希望 阿里汉在烟雾缭绕中想到 自己也该有思想流芳百事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只有次我一死 思想才能成为永恒 苏格拉底死时 有十多个弟子在身边 阿里汉只有两个 而且他的话也只讲到一半 只有通过艺术 才能理解生命 所以我们 在阿里汉的眼里 儿子希腊丝与他处处都是相反 吵闹 庸俗 贪吃 最大的志向就是开间杂货铺 他22岁时才考上大学 因为革命风起云涌 战争爆发 他又去了美国 然后结婚生子 希腊夫妇竟然把女儿送到了医院 还不知道女儿是未成年 怀孕生子 希腊西话的已经完全忘记 自己来自哪里 阿里汉痛恨这样没有思想 昏昏噩噩的伊朗人 所以画面没有给他灵动的烟雾 全然都是恶搞无厘头的风格 美丽而冰冷的雪景 成了太太法兰基斯的标志性画面 丈夫的决决父死 让法兰基斯手足无措 她精心制作了一份 丈夫最爱吃的梅子鸡 希望用美食挽回她的心 在法兰基斯的记忆中 只有吃梅子鸡时 丈夫脸上才浮现出和善的笑容 法兰基斯从小暗恋阿里汉 长大后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一直等到30岁 她用蛋糕征服了阿里汉的母亲 母亲用天赋的权威征服了阿里汉 先结婚 自然日久生情 可惜对法兰基斯 毫无感觉的阿里汉 并没有日久生情 婚后的生活 就是艺术世界与柴米油盐 水火不容的激烈碰撞 最终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法兰基斯怒不可遏的 摔破了阿里汉的亲密 邓时两个人都愣住了 阿里汉绝望的说了一句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看着最爱的每位梅子鸡 阿里汉回忆起学琴的经历 20岁的阿里汉技艺精熟 败在小提琴顶级大师门下 没想到大师听过阿里汉的演奏后 非常的不屑 技巧这东西傻子都能学会 通过艺术我们才能理解生命 生命是一阵威风 是一股气息 艺术家要做的就是抓住这股气息 就在阿里汉未体会不到 抓不到生命气息沮丧时 那股芬芳的气息从他眼前飘然而来 阿里汉顿时整个灵魂都被吸走 他跟踪这股气息来到了钟表殿 知道她是钟表殿的女儿名叫伊兰 从此她对伊兰浑淫梦前 她买了名贵钟表 一次次搞坏 一次次拿去钟表殿离休 最终鼓足勇气在街角叫住了伊兰 第五天阿里汉更加虚弱 她感到很快要见到母亲了 当年母亲在最后的日子 请求阿里汉别再为她祷告 说你的祷告阻止了我的离去 最终母亲是这样走的 她请儿子为她点上一颗香烟 在花园里为她拉琴 于是母亲的灵魂就随着那股浓烟飘然离去 即使葬礼后 那股白烟也一直在母亲的墓地上漂浮 有人说是她一生吸的烟太多 有人说是地质化学反应 流浪汉模样的天使出现了 他由衷赞叹 你母亲的灵魂如此致命 一点也不涣散 天使临走前送给阿里汉一句名言 记住哈菲兹的话 我不会向命运之轮低头 如果他不按我的意愿运转 我就摧毁他 哈菲兹是伊朗十四世纪伟大诗人 他的诗歌对整个阿拉伯世界 乃至西方世界都有广泛的影响 他在极力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 极力反对宗教教条 影片将母亲和哈菲兹相提并论 让神发出赞美之词 表达了对哈菲兹艺术和宗教思想的肯定 从母亲的回忆中走出来的阿里汉 想到自己已不久人世 会有人像他爱母亲一样 为他祷告吗 画面是这样的诙谐又伤感 有一个人正在月光下为他默默祷告 就是他最不喜爱的小儿子 影片从始至终有一个画外音 为我们讲述阿里汉的故事 在阿里汉绝食的第六天 画外音的本尊终于现身 他就是伊斯兰教的死亡天使 雅兹拉尔 阿里汉有点恐惧 以为要跟他走了 死亡天使却说 我忙不忙 我只是先来看看 死亡天使给阿里汉放了段动画片 生动地解释了自己的工作内容 工作性质与守时的重要性 阿里汉感受到变幻莫测的时空 也曾心生一丝悔意 死亡天使为阿里汉点燃了一颗香烟 为阿里汉留下着最后的一缕青烟 然后劝诫他 这是一趟游去无回的旅程 出发就是为了得到救赎 第七天的阿里汉 阿里汉已经须脱无力开始发烧 医生也无能为力 令他感到温馨的是 所有的家人都陪伴在身旁 太太法兰基斯痛哭着请求着他的原谅 阿里汉用仅有的力气轻抚了妻子的脸庞 算是表达了对他摔破心的原谅 阿里汉的最终时刻似乎全部用来回味 占据他全部灵魂的爱情 当年在那个街角他叫住了伊兰 为他拉出了最美的琴声 拥有了属于彼此的爱情 甚至在一个浪漫的午后 在浪漫的梨花树下 伊兰激动地答应了阿里汉的求婚 但阿里汉终究没能过伊兰父亲这一关 因为他认为搞音乐的阿里汉很难出人头地 父亲决定了女儿的命运 伊兰只能表达不满却无力反抗 那个悲伤的雨夜 伊兰与阿里汉痛彻心扉的吻别 影片以伊兰的婚事暗示了父权代表的伊斯兰教法 最终决定了伊兰也是伊兰的命运 阿里汉将所有的悲情都诉诸在琴弦 像顿悟一般 他的音乐忽然达到了遗情的境界 按大师的话说 你失去的一切都出现在你的音符里 它是你生命的气息 也是你的叹息 大师把诗成的名琴传给了阿里汉 从那时起 阿里汉开始了20年的全球巡演 每一次拉动琴弓 伊兰都会出现在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和弦中 伊兰奉复命成婚 有了自己的家庭 女儿大了 伊兰又成了祖母 但她无时无刻不再关注着 阿里汉的行程 世上也只有她最懂阿里汉的琴声 20年后 阿里汉也奉母命成婚 娶了她不爱的女人 当法兰基斯最终明白 阿里汉的音乐 永远不会有她的气息时 她愤怒地摔碎了那把 诗成了名琴 寻琴的路上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阿里汉再遇到挚爱伊兰 但即使相认 除了徒增更多的痛苦 还能改变什么呢 阿里汉没看到的是 扭过身的伊兰早已经泪流满面 伊兰不可挽回的真相 是艺术顿然失去了灵魂 也许死亡是阿里汉最好的归宿 因为再也无法感受到音乐里生命的气息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生命已经失去了意义 梅子基固然令人垂涎 但对阿里汉而言 再也无法品出爱的调味 希望您能从老烧的解析中 体会到影片画面的唯美 以及故事情节的七碗含蓄 影片用了多种不同风格的画面和影像语言 叙述了八天八个故事片段 非常立体地塑造了小提琴演奏家阿里汉的人格 更难得的是 影片融入了时代背景元素 表达了颠倒心目中理想的伊朗 就该是诗人哈菲兹描绘的模样 爱情美酒 有信仰但不教条 影片阐述了决定艺术生命力的生命的气息 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气息呢 阿里汉最终看透 生命不过是一缕青烟 这期的老烧说电影就到这里 几期深度分享经典 如果喜欢老烧的讲解和推荐 请给老烧一点鼓励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留下您的感想和意见 老烧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